嗨 Bidin desu 日本人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沒有手 在LINE上面啊 有非常多的假訊息 LINE在台灣跟在日本都是一個 滿熱門的通訊軟體 那 假訊息說 以往都會印上中華民國總統 副總統的選舉公道 今天中華民國的字樣卻不見了 太糟了 我要進行查證 我有帶小道具 怎麼辦 太糟糕了 什麼都沒有 好 這其實是另外一個新的功能 可以看到兩邊啊 其實是不同人發進來的訊息 左邊這個和右邊這個 講是同一件事 都是在說選舉公報上面 中華民國不見了 那這也是現在城市最新的設計 它可以讓不同類似的訊息 但都可以被找到 可是實際上 從1996年台灣第一次進行總統直選開始 就一直沒有特別印上中華民國 他一直都只有來就是定某屆 這個當時很傳統的直書 然後跟前面現在的橫書 都沒有中華民國 因為我們是台灣總統 機械功能其實蠻簡單 就大家可以回報訊息 那在機器人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蠻大的 是不是沒有聲音 但沒關係 茶河的授群 好 那機器人其實每天都會自動回應幾百折的訊息 同時這一些公開的資訊 可以去幫助到其他善有的聊天機器人 今天我們要來爭求各位協作者 進行評價現有的回憶 那同時呢這個網站我們有中文版 然後當然有全英文版 然後同時也有就是日文的版本 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寫回憶 新回憶 大家一起來練習查證寫有說服力的訊息 此外呢我們在 Github的Google First Issues label上面有非常多 今天就可以完成兩小時就可以完成的issue 那如果你會寫No Giles或React Giles 都歡迎來幫我們一起用一個下午 讓COVID變得更好用 還有就是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就是 就是語言轉文字的主字稿的設計 還有有興趣的人都歡迎來到就是COVID-7WL 然後我們會坐在那邊 然後歡迎來跟我們聊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哈哈哈